第2795集 太古祖龙的传承有九道禁制 每次打开一道禁制都可以借用一次太古祖龙的全部力量 仅仅一次的机会 这一刻血龙不惜借用 昔日的太古祖龙修为差不多达到玄机月第十天等人的境界 虽然这一点点的差距实际上是天壤之别 太古祖龙本身和轮回之主等人依然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很难做到相提并论 但此刻在风烈等人眼中 血龙和玄机月第十天也没有什么差别了 也是一样的威震诸天万界 横绝宇宙星空 神威之浩荡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不可能 太古祖龙的传承怎么会落在外人手里 风烈内心冰冷 他原本还想夺取祖龙传承 然后逆天改命 谋夺祖龙神殿的大位 但现在一切夙愿都成了梦幻泡影 再也没有实现的可能 雷霆宝树 给我镇压了 血龙咆哮一声 龙爪狠狠杀猪 凌空朝着风烈碾压下去 一缕缕的雷霆电芒从血龙爪子上爆发而出 漫天跳动闪耀着 血龙这门神通叫雷霆宝树 是西年太古祖龙参悟雷霆圆幻 领悟出来的术法 这枚雷霆宝树虽然不是圆树 但威力之强也绝不容小觑 雷霆碾压而过 风烈的妖元气息彻底毁灭 即便他献祭了献仙妖刀 但这一刻的血龙祖龙气息爆发 天微犹如玄机月 地势天般浩荡 再配合雷霆宝树 根本不是这些人能够抵挡的 风烈被血龙一爪子击中 顿时狂喷鲜血 身躯雷霆肆虐 彻底爆碎 成了一具残破的尸体 秒杀 血龙这一下出手居然是秒杀 可怕实在太可怕了 叶辰站在旁边都彻底震惊了 随着仪式完成 灭龙崖的禁制彻底消散 风烈等人的修为不再遭到压制 全部恢复了始源境巅峰 也就是说 刚刚血龙一击 是秒杀了始源境巅峰的绝世强者 这是何等恐怖的实力 叶辰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内心之中对于玄机月地势天等人的力量 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 他很清楚 血龙这么恐怖的气息 其实是借用太古祖龙的 并不是本身的实力 在太古时代 太古祖龙的实力 虽然很接近玄机月和地势天 但实际上有着天壤之别 玄机月和地势天那种境界 差了一点点 都是无法弥补的差距 但即便如此 血龙借着太古祖龙的力量 还是一击秒杀了始源境巅峰的高手 可想而知 如果玄机月和地势天亲临 那该会有多么可怕 叶辰算是体悟道 当初永恒圣王留下断后 面临玄机月和地势天的天威 压力有多么巨大 风长老 该死 居然敢杀害风长老 快跑 回去禀报圣女大人 剩下的四个长老 看到封裂残碎的尸体 所有人都彻底慌了 也不敢与血龙为敌 慌忙转身逃离而去 血龙 快杀了他们 远处的颜坤一脸兴奋 以为血龙真的逆天无敌了 大声呼喊 然而 血龙却是剧烈咳嗽起来 谋刺神光微微一暗 借用太古祖龙的力量 虽然无法无天 但最多持续一炷香的时间 在这一炷香时间内 实力会不断地衰减 而且等一炷香时间结束 血龙也会陷入虚弱 血龙 辛苦了 夜沉轻声抚慰 主人 我没事 血龙摇身一变 恢复人形 身躯上却有八条禁止浮炼 宛如永恒的诅咒 牢牢束缚着他 夜沉轻轻碰了碰 只感到那八条浮炼 一条比一条恐怖 想要冲破 不知道有多么艰难 夜沉顿时默然 他知道 这是血龙的机缘 也是血龙的魔力 如果冲不破 禁止浮炼 血龙永生都要受智苦之苦 一辈子得不到超脱 但如果他能勇猛精进 突破所有禁止的束缚 那么他就可以彻底逆天改命 甚至达到玄机月第十天的高度 我们该走了 夜沉看了一眼山下 那四个长老已经回到了夜洛尔身边 外面又有几个长老 纷至他来 夜沉看着夜洛尔的身影 眼眸颤动 他已经得到了圣元之心 还有圣元天玄阵的阵盘 能够复苏夜洛尔的一切 但现在 夜洛尔周边高手环四 血龙借用太古祖龙的力量 又即将陷入虚弱 他没有接近夜洛尔的机会 就算不甘心 现在也只能暂时离去 等他以后再寻找机会 主人 夜姑娘就在下面 你不帮他恢复记忆吗 血龙有点惊愕 难得见到夜洛尔 难道夜洛尔要错过 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吗 现在不是时期 夜洛尔摇了摇头 内心充满不甘 山脚下 夜洛尔看到 风裂被斩杀 血龙大显神威的模样 翘脸也是彻底动容 可恶 太古神龙的传承 真的被外人夺走了 夜洛尔内心一阵愤恨 这本该是属于他的机缘 属下该死 那四个逃出来的长老 汉刘家卫 跪在地上请罪 从外面赶来的几个长老 也跪在地上 有人禀报道 圣女大人 举密报要查 妖刀龙王风裂 有谋逆之心 想霸占太古祖龙的传承 在谋夺神殿至孙宝座 请圣女大人小心啊 你们来晚了 风裂已经死了 祖龙传承也没了 叶洛尔的语气冷漠得可怕 什么 那几个外来的长老 面面相觑一脸震惊 随后 他们抬头看向灭龙崖 当看到夜神三人的身影 特别是血龙神光璀璨的模样 所有人都明白了 哪里来的老仪 居然敢谋夺祖龙传承 圣女大人 快杀了他们 祖龙传承刚刚被夺 敌人血脉尚未稳固 咱们杀龙取血 还有挽救的机会 众长老目光震怒 只想立刻宰杀血龙 夺回祖龙传承 我正有此意 所有上山 诛杀一切敌 叶洛尔不着痕迹 看了看掌心的烙印 内心微微挣扎 但很快 所有挣扎的念头 都彻底消失了 他的眼眸只剩下了 冷漠的杀气 他已经决定 要亲手斩杀夜神 解决内心的羁绊 大风起 叶洛尔记住风暴原浮 整个人犹如风暴降生的神女 踏破虚空 冲笑而挤 静止朝着夜神三人飞去 守护圣女 众长老高声呼喊 紧紧追随着叶洛尔 杀上了灭龙崖 此时夜神三人 想要撕裂虚空离开 空间被封锁了 但下一刻 夜神便是惊讶发觉 空间彻底被封锁了 随后 他便感到天地风云涌动 叶洛尔身微如玉 带着一群始原镜巅峰长老 杀己腾腾奔袭袭而来 夜神看着叶洛尔 两人四目相处 夜神内心一震 血龙和颜坤的脸色 更是彻底地阴沉下去 血龙的修为气焰 在不断地衰弱着 虽然他借用太古祖龙的力量 神威无敌 但是这份力量 每一秒钟都在衰减 他已经没有刚才 那种横绝宇宙的可怕威势了 叶洛尔等人 明显也是看穿了这一点 所以肆无忌惮 奔杀而上 就算血龙的修为 已经接连突破 达到半步始原 但要再面对这么多 始原镜巅峰的长老 也完全不是对手 只有死路一条 叶洛尔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叶洛尔看着叶洛尔 深吸了一口气 彻底压下内心 蠢蠢欲动地挣扎 眼眸保持着杀气 洛尔 你真的想亲手杀我吗 叶洛尔眸子微沉 看着面前的少女 他不禁想起曾经的一幕幕 从昆仑须相遇 他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 一直守护着他 他知道 叶洛尔的身世惊人 但依然选择面对 而叶洛尔在他眼里 也是不断努力和突破着 一次次 叶洛尔感动了他 而如今 两人却像是陌生人一般 或许这就是宿命 没错 你如果识相最好乖乖自裁 省得我动手 叶洛尔浑身释放出 一条条天形锁链 风暴圆幅彻底融合 每一条锁链 都炸击恐怖的风暴元气 既然你想杀我 那尽管来吧 叶洛尔没有废话太多 一拳狠狠砸出 他很清楚 现在叶洛尔已经彻底迷失 他必须寻找机会 动用圣元之心和阵盘 才有挽救他的可能 大胆 敢伤害圣女 周围的长老们看到 叶洛尔居然率先动手 顿时震怒 一个个长老立即想挺身阻拦 不用你们管 这是我和他的恩怨 叶洛尔大声呵斥 并不想让别人插手 他只想亲自杀死叶洛 看到叶洛尔拳头袭来 叶洛尔一挥手 几条天形锁链杀猪 叶洛尔拒长猛杂 击在天形锁链上 但不料 那些锁链非常灵活 竟沿着他的拳头 爬上他的手臂 一下子紧紧地束缚着他 哗 叶洛尔一声呼吓 灵力震荡 挣脱锁链的束缚 退后一步 这一下交锋 他明显地感觉到 叶洛尔的实力 比以前精进多了 显然 他继承了风暴圆服 实力已经突飞猛进 虽然叶洛尔也有圆服在手 但还没有真正炼化 论圆术的领悟 自然是比不上叶洛尔的 两人之间的实力 恐怕有着不小的差距 叶洛尔心下大定 知道自己继承风暴圆服后 已经可以轻松击败叶臣 众长老听令 给我杀了那条杂龙 夺回祖龙传城 叶洛尔瞥了血龙一眼 当即发出命令 他害怕血龙会插手 打乱叶臣和他的战斗 是 众长老齐声应诺 眼眸皆是浮现出杀技